我對於國民黨團有立委把他們的候選人大喇喇的在立法院裡面 然後做造勢大會 這一點已經破壞立法院的傳統 這一點我先表達抗議跟遺憾 那以前如果說大家在立法院裡面立委要尋求連任 他們有記者會這算正常 或邀請一些來賓講特別的議題 那這一次來立法院裡面都是他們的參選人 有了參選了好幾次沒有當選 那現在國民黨委員把他帶進議場裡面來開記者會 美其民是記者會講訴求 那其實就是一個立法院的國民黨團造勢的大會 那第二個他們這些訴求有很多都是歷史的事件 那是歷史的錯誤 譬如說像特徵組 特徵組就由檢察官岳芳如跑到日本去去施壓串政 到後來發現這個時代我們只要讓檢察官中立的去辦案 那我相信不需要特徵組都可以把案子辦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有時候他們這些訴求 拿以前威權時代跟歷史的錯誤來當選舉訴求 那這個是個標題 那本質上就是這些候選人來立法院作秀 來這邊造勢 那國民黨他們能不能接受其他政黨都來立法院造勢 以後這邊每天插那個關東旗就好了 這是很破壞國會尊嚴的一個做法 《國民黨bands培為將人移民》 辅 vert,辅河